非做 非不做 这五个字很重要画起来 各位 这五个字 可以谈修行的核心美感 各位 非做的意思 不是用想的 不是造作的 这个做就造作 不是用想的 但是非不做 但是也不是不想 各位要注意这个问题 不是用想的 但也不是不想 各位佛法难写 就是难写在这里 我们都希望说 要嘛就想 要嘛就不要想 那什么叫不是用想的 那也不是不想 那你禅经理好 你要这样吗 不是想的 那也不是不想 那你怎么想 那我打坐坐在那边 到底是要想还是不想 各位到底是要想还是不想 这个是个很重要的关键 各位 这个很重要的关键 各位 我们的意思叫做静力 那各位那静力就是静静的施力 各位你静静的施力 那是想还是不想 那是想 各位你这样解释就不太对 这一个静 这个静就是不想 这个静就是什么 就是想 这个就是 这个静就是会做 这个静就是什么 会不做 就叫做静力 哦 现在问题就来了 静而立 立而静 各位我们先用体用来讲 这个静是体还是用 这是体 这个静是体 这个力是什么 是用 那静而立 有体而什么 而生用 立而静 用而归什么 归体 那你会说 啊这个到底是什么 啊 我再把名相讲一下 我们再来谈 对 各位 所以你现在注意看 佛法的名词 有很多的名词 都是假名 它的意思是一样的 但是因为 有时候用的地方不一样 所以它才很多的名相 像现在静跟立的名相 像体跟用 好 那这个静是直还是观 是直 这个立呢 是观 那各位 那是 是先观还是先止 是先观还是先止 对 所以各位要 所以你不要掉我的陷阱 有的人 他可以止而观 有的人可以什么 观而止 各位 我常会给你 各位 最后我就跟你讲 有时候 各位我们修行当中 不要这么呆板 对 不要呆板说 不要想 不要这么呆板 也不要说 你去想 也不要这么呆板 因此上 有没有 我不管你想跟不想 各位 我不管你想跟不想 你就把我好好去用功 各位要注意这句话 你不要问我 各位 你不要自己问你的脑袋说 我到底要想还是不想 这叫边界 我们修行不可以 掉入这个陷阱 各位 我告诉你 你说他在想吗 有时候又不想 你说他不想吗 有时候又什么 又在想 对 你跟他讲说 那你就要怎么样 各位你这样讲 都是陷阱 不要这个样子 对不对 各位我们自信里面 各位我们自信里面 无为啊 你可以无作啊 但是我们又可以展现 对不对 对不对 灰无为啊 灰无作啊 他是很自然的 各位他是很自然的状态 所以有很多人 很多人参加很多 修行禅修的课 把自己 搞得头脑脏哦 虚子 虚子 虚子很疼 各位我告诉你哦 你只要是自己 不知道怎么 这边也不是 那边也不是 各位 你那段修行的时间 你的内心就在拉扯 不论你参加 禅期 佛期 或是任何的修行都一样 为什么 因为你的内在在刻意 所以你的内在会拉扯 各位 要自然 各位自然是什么 其实动跟进 事实上都有的 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各位 那动跟进自然 内在都有了 那你就自然的做 各位 你就自然的 用你的法门 但是你不要管动 你也不要管进 知道吗 各位 你不要这样管它 然后你也不要 你也不要管说 那你是不是刻意 不用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日本朝动中 他们的修行的口诀 也就叫做 止管打坐 各位 止管打坐的意思 就是止管用功的意思 各位 就像你念佛 止管念佛 打坐 止管打坐 读经 止管读经 意思就是 意思就是止管用功就对了 有没有 你就用你的法门 你就直接 你就直接用功 但是你不要 内心世界在那边挣扎 等一下挑挑挑 然后就想要怎么样 不要 这是个很严重 很严重的陷阱 相当严重的一个陷阱 有的同学 他不明白说 现在这个是止还是关 现在我用的是体还是用 因为你一刚开始 你可以不用这样分别 一刚开始 你只要注意你的法门 各位 那我现在 那我现在举一个例子 给各位听 比如说 比如说 你在念佛 是静还是立 是静还是立 立 啊 没有静 哦 跟你说整个办法 你不要跟我说 这个不能够猜 知道吗 各位 这些概念都不可以猜 不可以猜开 各位 你不可以讲说 我在念佛 那是立 那是一种动态的 那各位 那我问你 那难道打坐就是用静态的吗 可不可以这样讲 可不可以 不可以这样讲啊 是谁 谁跟你讲说 打坐就是用静态 对不对 念佛就是用动态 不可以这样讲啊 你不可以讲说 因为我念出 因为我念出声音 所以动态 默念就是静态的哦 各位 你不要骗人了 对不对 所以各位 不可以这样讲 完全不可以这样讲 所以人家 人家老无上跟你讲说呢 对不对 念佛 你就念佛 有没有什么方法 没有方法啦 你就是一路念下去啦 对不对 不间断 不夹杂 就一路念到底 但是各位 但是这里面有没有这个样子 有 各位 为什么这里面有这个样子呢 各位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给各位听 你现在不是有问题吗 对 好的想 各位 好的什么 好的想 坐着好的想 对 如果觉得 觉得这里空虚不好啦 对 到中心新村去好好地想 如果觉得空心新村还是有人吵的话呢 对不对 然后自己 自己去度假几天 对不对 去好好地想 去找一个山明水旧的地方 好好地想 各位想想想想 想到最后 想到最后 会不会有 会不会有临近的感觉 会还是 会还是不会 各位你们有没有提 你们有没有提悟过 有还是没有 有啊 想到最后 想到最后会有临近的感觉 但是临近到最后 会不会 又有启动的感觉 会还是不会 会还是不会 会嘛 各位我们读过信心明嘛 对不对 动到极处就缓为进 进到极处就缓为什么 就缓为动 对 那他你说他是动还是近 他叫他不二 止观也不二 六祖说定会要等止 不可以分 也不可以这样分 一定呢 一定是体中有用 用中有体 一定是指中有观 观中有止 不可以止修止 不可以止修观 对不对 但是也不可以这样修 坦白讲 也不可以这样修 而且自信的东西 也不是这样 那自信的东西是怎么样 各位我们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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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名词 就是 这几个名词 是修行的名词 这几个名词 是修行的名词 自信的名词 它是这样写的 这个净 它就改成哪个字 几 这个力 它改成什么 就胀 脊脏 也就是你进到极处叫做极 所以叫做极进 你进到极处 那叫做极 那因为进到极处 所以你才能够起观照 有没有 你才能够清清楚楚 的看到 所以才叫做极 极 极什么 极空 极 对 极空 所以 这个 那这个就是一种境界 刚才在讲 建 立 止 观 体 用 那个都是一种修行的名词 修行的方法 但是 证悟到 证悟到 就会 就变成 极跟照 各位 啊这个极 就是定 这个照 就是什么 就是会 就是定会等词 你佛选的名词 你都要会连 你不要这样死背 你要知道他的意思 有没有 那他 那他怎么变 对 他怎么变 所以在 所以在净土里面 他有谈八个字 那一般人听不懂 很深 哪八个字 这八个字 净土里面曾经讲到这八个字 但是很 这八个字 就很深 但是我帮你套公司 你就觉得不深 各位 有没有 有没有往生 有没有往生 集的世界 注意听 不生 集什么 集生 所以要往生 这就有一个往生 这就有一个往生吗 生即什么 不生 现在是在说什么 到底是有去 还是没去 各位你看 概念又来了 你这样问话 就是欢呼 有没有 到底是有 还是没 有去 还是没去 各位你这样问话 都不对的 学佛法 学佛法 那个你 你一个脑袋的之间要破 各位不生 为什么 对不对 因为诸法本无生 对 其有生 对 但是就是因为不生 所以他什么 所以他才 所以他才能够真正的生 他才能够真正的往生 对 那 那生即不生 那你说他有往生即的世界 为什么又叫他不生呢 对不对 即的世界 还不是 还不是一样 在我的心 各位 简单这么讲 我们说 东方流离世界 西方即的世界 不论他们多大多殊胜 他们 不要说是两个净土 在两万个净土 都离不开这个识望法界 对还是不对 对还是不对 那识望法界 只不过 离的什么 还不是你的心 一句话 所以说 生即不生 这样讲也对 这样讲也对 那怎样讲才对 这样本来就对 你把它拆开 就不对 各位你把它拆开 你就不对 所以 各位 自己修行的美感 你这个 这个部女 有没有了解 如果 我再谈一个问题就好 比如说你我们在读谈 无念 无念 无念不是没有念 不生 就是无念 无念 即什么 即念 你看 对不对 不是没有念 各位 无念才能够念念什么 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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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念 念念清静 对不对 念起 对不对 无念 为什么念起无念呢 因为他念念多 对不对 他可不可以念 他当然可以念 他只要什么 不住就好了嘛 对不对 所以 所以 应无所住 而什么 而生其心嘛 这不是心吗 这无 能 怎样才能够达到无念 无住嘛 无住 无住才能无念 对不对 那心 心有没有起 当然有起啊 对近心处起啊 清心处处明明白白 遇到什么因缘 就当怎么视线 遇到什么样的人 就应当怎么样的 对 去因化 菩萨不是讲得清清楚楚吗 各位 这是修行 这是美感 所以诸位啊 所以你们自己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你们的内在 不要在那边动跟进 在那边抗衡 不管他动 也不管他进 知道吗 不管他动 也不管他进 所以你不要贪爱进 各位 你不要贪爱进向 不要 你也不要排斥动向 不要 因为我们修行的 我们想要修行的人 常常都会掉入这个陷阱 我们不喜欢妄想 我们不喜欢动 各位 不要贪图 不要贪图什么 然后也不要排斥什么 也不要害怕什么 都不要 念佛的人 好好的念佛 静坐的人 好好的 好好的坐禅 送经的人 好 送到最后 也会心开误解啊 对不对 抄经抄到最后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录三昧 在 在历史上都是有人的 对不对 都是有人 在历史上各种方法 都是有人 对 弃录的 没有一个方法 没有人弃录的 只有什么 只有 只有一种 你没办法弃录 就是 就是你一天到晚 在怀疑你的方法 有没有 那这样怎么 怎么会弃录 再来就是一天到晚 在换方法 那各位 那一样的道理 所以我说 有时候你们在 修你的概念 你们都觉得说 今天状况比较好 所以今天修的比较好 各位 你这样讲话 是不对的 各位 你不可以讲说 什么今天状况 比较好 然后明天状况 比较不好 各位 什么叫好 什么叫不好 因素上是被你的概念 一般你 一般你讲好的概念 都是属于 临近度比较高 对不对 你才会说好嘛 你的概念 一定是这种概念的 所以我告诉你 每天都修 那就好 所以我的话 每天都修 那就好 不要 不要状况好才修 状况不好就不修 对 这个就掉入 动跟进 的陷阱根 所以 所以你在 你在无座旁边写个进 会不座旁边写个利 那叫做进利 你看到吗 这叫禅 进利 这个叫做禅 不是这样呢 灰一 灰不一样 灰一心事 对 也不离心事 灰是大 灰不是大 对 灰是这个设身 但是 意不离这个设身 灰阴 灰不 不阴 灰阴 阴 但也不离开 这个阴阴 各位要注意这个问题 有没有 自信 有时候离开阴阴 对 但是没有阴阴 也何能去展现 去表现这个自信呢 好 所以心情讲说 设即是空 直接讲下去 所以讲说当体 什么 即空 延起当体 就是空 灰众生 灰不众生 各位这句话的概念 是不是 是不是你在金刚经 有看到类似的概念 对不对 各位在金刚经 是不是有看到这样的概念 各位灰众生 诸位没有错 众生皆有佛性 我们本来谈否 所以叫非众生 但是这个指的是什么 这指的是信德 信德 有没有 但是非不众生 也没有错 你现在也并不是 对 你现在还是众生 你现在还是众生 对不对 对 因为你执迷不悟 所以你还是要透过你修行 非沙门 非婆罗门 各位沙门是正 婆罗门是邪 正跟邪 所以 非正 非邪 谬主说 正邪既不用 清静自无已 正邪既不用 所以 非正 非邪 是狮子 这里写大狮子 对不对 好 各位在大旁边写个非 这个版 这个版写狮子 大狮子 但是明朝的版本 明朝的版本 这个大是写灰 明朝的版本 文化比较对 是狮子 灰狮子 才比较稳的上面的 有没有 的那个文笔 简单这么讲 正邪都不可执着 狮子 狮子就是佛 是狮子 非狮子 就是佛 不可以执着什么 他自己成佛 佛不执着佛 佛不执着佛 非生 灰不生 不要告诉你说 现在有个法生 你就执着什么 法生 所以灰身 不要执着 对不对 但是灰不执 但是不是 不是因为这样跟你讲 你就认为没有一个什么 法生 所以这道 浅有 浅无 浅除的浅 浅有 浅无 灰身旁边写 浅有 灰不执 旁边写浅无 浅无 浅马旁那个浅 浅马旁那个浅 所以各位 所以总归一句话 不可先说 就是引以道断 不可以 不可以形容 各位 只要是可形容的 都叫方便 并非真实 并非真实 除异法相 不可算数 除异法相 就是禀除 各位 就是禀除 一切法相 就 对 不可数 也就是任何的形容词 对 都是 都是 都是不对的 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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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什么样方式 来去形容 都是不可以的 最后一句 拨涅槃时 不拨涅槃 当世尊 世线涅槃呢 当 当世线涅槃的时候 他事实上 并不 没有一个真正的涅槃 这个拨涅槃时 旁边写 鸡门 在法华经当中 前面 前面 前面一半 是鸡门 后面 后面 一半 是本门 鸡门 就是四线 拨涅槃时 是一种四线 是一种 世尊的 全巧方便 它是一个方便门 各位 很多东西 都是 开方便门 但是不要把方便 第一 当成随便 第二 当成真实 各位 你要注意这两个 不要把方便当成随便跟真实 很多的法都是方便 作为法 原始上还是方便 方便让你进入 对不对 那个真实相 所以开释 是方便 透过误录 让你录那个真实相 所以 不拨涅槃 对 世尊 世尊不生不灭 其有涅槃 也不涅槃 说涅槃 只是因为众生 害怕生死 所以讲个涅槃 让众生好像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目标 众生害怕生死 涅槃就会解脱 对不对 所以用涅槃 让众生有个目标 那叫做方便 所以它本不涅槃 这叫做 这 这叫做本门 它本来就这样 这是真实的 所以到时候 这句话话起来 拨涅槃死 不拨涅槃 这一句话是真话 这一句话 这一句话 我有在法伐经 大拨涅槃经 可以看到这样的真相 所以有人在讲说 有以涅槃 无以涅槃 来个对 告诉你 拨涅槃死 不拨涅槃 这一句话才是圆满 知道吗 其他都是方便说 说有以 说无以 说有肉 说无肉 还都方便说 所以现在要结论 如来法圣 皆惜成就如是 无量为妙功德 假设 唯有如来 乃以之 是像 会助身为元姐所知 各位以上 以上这是如来法圣的 为妙功德 是不可以言说的 说也说不尽 太为妙了 所以 如来的法圣 唯有佛才能知道 所以乃之四相 这个四相 就是识相 乃能够知道 这样的识相 所以不是呢 对不对 一般二生人 所能够知道的 加设 如是功德 成如来生 灰是扎死 所掌养生 这就不是 这就不是 一般我们所讲的 色生 加设 如来 真生功德如是 云和 富得诸己患苦 为翠不坚 如坏弃肤 加设 如来 所以 是病苦者 为一条五 诸众生 故 这又画起来 如来 所以是病苦者 为一条五 诸众生 故 就是把加设的问题 再重新提出来 也就是说 如来 这样的法圣的功德 为什么会生病呢 为什么像其他的 一个契机一样呢 对 他会沉住会空呢 为什么呢 真实的意思就是要 就是要为了调五众生 所以视线的 所以各位 视线病苦 大家读法白经当中 看过很多的批 比如说有视线的化成 对不对 比如说有视线 对不对 视线 视线 说他父亲 有没有 出远门了 往生了 对不对 各位 这些都是视线 很多的东西 在视线给我们看 所以诸位 平常先讲 这个世间 并没有善法 跟恶法 只有觉悟里的方法 你知道吗 你们总是觉得 好像有什么障碍 这个世界 没有善法 跟恶法 只有觉悟里的方法 为什么这样讲 善法是觉悟里 恶法 也是觉悟里 见嫌失起 善法 见不嫌 内自嫌 恶法 有没有 他都在觉悟里 你知道吗 所以各位 好也好 不好也好 对 顺也好 逆也好 他都在成就你 你都没有看到吗 诸位 希望 希望极乐世界 对 所有 所有的聪明鸟叫 对 风生 水生 都在为我们说法 难道 说佛世界 所有的生 没有为你说法吗 有还是没有 那是你自己 你自己 不要听而已 什么没为你说法 还不是都在为你说法 赞美你 也是为你说法 骂你 也是为你说法 对不对 都是为你说法 得到视线 所以各位 纵使一颗石头 他也视线为你说法 各位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释迦摩利尔 他是 对 他是木材雕刻的 他虽然是木材雕刻的 但是 但是他有没有问你说法 有没有 有 你看到他 他就问你说法 所以诸位 在读经典 要能够贯通到 你生命 还有你人生周遭的一切 要能贯通到一切 连一个东西都不可遗漏 你不要轻负任一个东西 任何一个东西都跟你生命有关系 你岂能轻负他 所以要明白这样的苦心 那也要明白你内心的佛性 各位你佛性一定有这样的决心 只是你没有启动 你没有发现 你所看到的 都是你的 对 你的脚下的前面而已 都没有看到 看到其他一切 他竟是如此 无一法 不为你说法 所以所有的法 都是视线 都在视线给你看 所以不要掉顶 不要以为说佛法才为你视线 经典才为你视线 人跟人之间相处 就不是视线 对 一切都是为你视线 大家要好好体悟啊 接着 善男子 如今当之 如来之身 即与金刚身 如从今日 常当专心思为此意 默念时身 亦当为人说 如来生 即是法身 最后一句话起来 如来生 即是法身 就是结论 所以各位 从今天开始 你也要好好思维 你的法身 对 不要一天到晚只看到 你的杂食身 那个食身就是杂食身 不要一天到晚只看到 对 这一个呢 对 有病痛的身 对 或是呢 有饥渴的身 有那个 热跟寒的 这个身 各位要好好思维 你自己的法身 自己的佛性 要好好思维 然后活在这里 安住在 安住在自己的法身 有机会 有机会 也要义人 对 来如此说明 此法身是不生 不灭的 是清净 无懒的 要为人这样说明 那各位 那我们涅槃君 金刚 关于金刚 生平的这个摆飞 原则上是到这里 各位原则上是到这里 所以 所以这一段 自己要 大家自己有空就 拿出来看看 或是思维一下 或是自己整理 对 那原则上看懂 看不懂 慢慢体悟 慢慢体悟 对 用这个来 遣除你的概念 遣除你的妄想跟执着 分别于对待 用这个来遣除 让你真正能够无等等 让你能够呢 平等 就像虚空一样 就像虚空一样 所以各位涅槃君 自己要 好好的复习 要好好的复习 好 我们送一部 金 好好的复乱 好好的